温哥华的四月天是个繁花盛开的季节 美丽而浪漫 樱花树遍布了整个大温地区 很多路段都可以看到樱花的踪影 美得让人目不暇挤 每年这个时候也就是樱花节的开始 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活动 像是很有气氛的野餐赏樱 享受着从樱花树催下的落荫缤纷 还有很多日本传统艺术表演 民谣乐队等等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些活动都取消了 而每年这个时候也会看到 绿色文化俱乐部林胜哲老师 热情地为大家做樱花导览 今年因为他的离世 就再也看不到这情景了 看着樱花感恩他多年来 为社区的热心奉献 尽管这段期间街道上 行车少了许多行人罕见 但大自然时序依旧 樱花还是如约而至 就让我们透过影片 放松一下心情 欣赏着热情绽放的樱花 舞动春风吧 你也许会好奇 温哥华为何有着这么多的樱花呢 这是在1930年到1950年 是温哥华开始大量种植樱花的时期 1930年的神户以及横冰市长 将樱花树作为礼物送给了温哥华 那时有500多棵的樱花树 种在Stanley Park 主要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牺牲的日裔加拿大人 到了1958年又有将近300棵的樱花树 由日本领事馆所赠送 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 当时樱花树主要是种在 近于49阶跟33阶的堪比路段 以及Queen Elizabeth Park和Stanley Park 日本人纪念碑附近 所以从1930年开始 猫咪的樱花树就形成了 温哥华的美丽风景之一了 每年3月中旬4月底 就是温哥华赏樱的最好时节 而温哥华现在一共有54个樱花品种 将近有43000多株樱花树了 期待明年我们一起来赏樱吧 便宜了 警官